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带平時就用得多 但你又知不知道它有很多妙用呢? 衣櫃比較細收納不到那麼多衣服 只要在衣架上把索带橫橫雙扣 這樣掛衣服就省位得多了 首先把索带綁在膠紙上 打斜剪一下索帶 剪出一個尖角 之後即使沒有剪刀在身 都可以輕鬆使開膠紙 準備兩個大小相同的衣架 把索帶綁在兩個衣架的中間 剪出多餘的部分 然後兩個衣架分別向兩邊斜開 形成兩個大菱形 這樣一個曬枕頭神器就完成了 首先我們用一個瓶裝入水和洗澡液 之後將它們攪拌均勻 再把索帶放到瓶裏面 就變成一個吹泡泡器 適合大家大小一起去玩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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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